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Uraq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的学习重点是用户和权限 Uraq的用户是什么呢? Uraq的用户就是指可以用用户名和账号登录 Uraq的具备这种相关权限的特定的用户 那Uraq数据库在配置的时候 实际上是存在已经定义好的一些用户的信息 比方说有Syseteam用户,SYS用户等等 那这些用户和账号 当然这两个是属于系统管理员级别的 那么用户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普通用户 像Squot用户 密码是Tigo 那好,这些用户的话呢 是已经分配了权限和口令 可以远程登录的这些用户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Sycle语句来创建 通过P-Sycle语句来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用户 那创建的语法就是 Coreate user,Coreate user,User name,Identified by Password 好,密码是这个创建用户,用户名,Identified by密码 用这样一个语句来创建一个用户 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演示一下 来到这个CMD窗口 我用CQ+,Eta,Cindy,Earth,SY,S,D,B,A 这个命令呢 实际上我并没有用用户名和密码去登录 但实际上呢 我这个地方就是用的操作系统的用户和密码 去登录Cindy这个数据库 OK,登录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修User看一下 当前的用户是超级用户 SYS 我们肯定要登录成功之后 才能够做其他的操作 现在呢 当前用户是SYS 然后创建一个用户叫做Cindy Identified by密码 叫做Admin123 好的,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就已经创建成功了一个叫做Cindy的用户 而且密码是Admin123 如果呢 你不记得密码了 或者觉得密码不合适了 我们可以修改密码 修改的话呢 是AlterUserCindy Identified by密码123 算了 OK,用户已经更改 好,这个就是创建和修改用户 如果我要删除用户的话 可以选择DropUserCindy Cascade OK 稍等一下 当我们删除一个用户的时候 还是会比较慢的 因为我每创建一个用户就相当于在数据库上创建了属于这个用户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我们把它叫做模式 模式的概念 我们在后面会继续介绍 好的 删除了删除成功之后 删除成功之后 就相当于我们用户的创建啊 修改啊 和删除就已经走了一道 好,我重新创建一遍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我可不可以用Cindy 好,用户名密码 Admin123 At Cindy这个数据库服务呢 好,注意一下 前面的Cindy是用户账号 后面这个Cindy是网络服务 OK 他会报错 为什么呢 看他报什么错啊 他说 User Cindy Next Criticization Privilege 是什么意思呢 用户Cindy缺少 Criticization权限 所以登录被拒绝 好的 这就是本次课的第二个概念 权限 权限是什么意思呢 诶 就是说 我虽然创建了一个用户 但是你这个用户 刚开始并不是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如果你想要完成一些任务 首先你得确认 你是否具备 Uraq数据库的相应的权限 比方说我现在这个用户 连登录都登录不了数据库 因为他缺少一个叫做什么呢 Criticization的权限 那怎么办呢 因为他没有 我只能用SYS用户 我现在的密码 好像就是manager 用这个用户 因为当时创建Cindy的就是SYS 虽然我当时是用操作系统用户登录的 实际上呢 就是SYS用户 现在呢 谁创建这个用户 谁就给这个用户去付权 那我grant 因为他说我缺少这个嘛 那我就付给用户Cindy这个权限 那么付权 付与授权的这个语法就是哈 grant to grant后面跟的是权限名 to Cindy 接下来 我可以选择退出 也可以进入另外一个CQ plus命令 叫做collection C-O-N-N 好 Cindy 斜杠 admin 123 OK 当我赋予了这样一个cretization权限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啊 我在用Cindy和密码admin123去登录的时候啊 就已经登录成功了 其实我这个collection命令还缺了一部分啊 ataCindy 只是说呢 我不写它默认也是登录Cindy这个网络服务 好的 这个就是付权的概念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Oracle的权限是分成哪些内容的呢 刚才呢 我很明显付了Cindy一个cretization权限啊 cretization这个权限呢 赋予之后只是说让它能够登录成功 但是如果我要在Cindy用户下去建表啊 去做什么别的操作啊 依然都做不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其他权限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 Oracle的权限体系是怎么一回事 它的权限设置其实分成两部分 一个呢是系统权限 一个是对象权限 系统权限比方说我刚才的 Create Session权限啊 Create Session 就是说赋予登录啊 连接Oracle的这样一个权限 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什么呢 键表的权限啊 修改用户的权限 创建用户的权限等等 所谓的系统权限就是系统级的 就是我定义的是整个Work 数据库的这样一些权限 而对象权限呢则是定义在Work的对象上 比方说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Work对象 我定义在表上的权限 比方说你可以去查看表 删除表 修改表等等 这些权限都是对象权限 那么到底有哪些具体的系统权限和对象权限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查询Work的数据字典表 来获取答案 比方说查询系统权限 我们可以查询一个数据字典表 叫做DBA SYS Privilegence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 CNACT新 From DBA SYS Privilegence 记住我现在是用SYS这样一个用户 作为系统管理员登录的 所以我才能够查询这张表 这张表中定义的就是Oracle目前全部的系统级的这样一个权限 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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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个869条权限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对象权限 对象权限的表呢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你把DBA改成什么呢 改成User User SYS PRI VS OK 哇 200条 200条 这个用户权限 User权限 或者说是对象权限 好的 那么既然权限有这么多 你看系统级别就有800多条 用户级别的都有200条 加在一起都1000多条 那如果我要赋予权限的话 比方说我要Ground很多权限 要赋给谁呢 赋给Cindy 这么多权限怎么办呢 我其实是可以用逗号隔开的 不过话说回来哈 再用逗号隔开 那也架不住 我要写1000多条怎么办哈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可不可以把其中的某些权限 做一个集合呢 这个集合 我把它叫做什么呢 不是我把它叫做 是Org 把它叫做什么呢 把它叫做角色哈 角色的意思 角色的话呢 关键字就是Row 我可以创建一个角色 好 我可以创建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的话呢 比方说Create Row Row1 好 创建角色以后 我可以选择赋予它很多的权限 像刚才这两个哈 因为这个Manager多了一个R 重新来过 Backer Ro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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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不能写错单词 Manager Table 只要这个角色 只要这个角色创建成功之后 我就可以用Ground2语句将角色赋予用户 而且这个角色是可以重复 而且这个角色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哈 它已经存储在Org数据库里面 这就是角色的概念 其实所谓的角色哈 就是多种权限的一个集合 多种权限的集合的话呢 可以自定义 也就角色可以自定义 就像我刚才一样 也可以是系统已经定义好的这种角色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系统到底定义了哪些角色呢 其实是可以看第一个字段的哈 叫做Granti 那这样子CNact Destink的 这个是去除重复值 from DBA SYS previllages 可以看一下 嗯 系统已经创建好的 而且是比较常用的几个角色 第一个 就是DBA 还有一个是Resource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Connect 这个我们在这里面都可以查询得到 比方说DBA这个角色 DBA就是管理员嘛 也就是说它的权限肯定是最多的 然后Resource呢 主要是跟资源相关 而Connect跟连接相关 至于我们可以查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权限 完全可以通过数据字典表 Ware Granti 等于 比方说 Connect OK Connect其实只有一个权限就是 Create Session 除此之外可以看一下 Resource 就稍微多一点 比方说它可以创建Tweeter Tweeter就是出发器 Sequence是序列 Type是类型 Procedure是存储过程 Cluster的话是足缩影 等等 还有其他的创建组 Cluster 还有创建表等等 Resource 这样一个角色 除此之外 还有DBA DBA当然肯定是角色最多的 权限最多的一个角色 它有200多条权限 200多条权限的这样一个组合 好的 这个呢 就是Oracle的权限和角色的概念 那么权限和角色的目的 是用来付给谁呢 是用来付给用户的 是用来付给用户的 所以我们经常是用户权限和角色 一起来讲解 至于权限又分成系统权限和对象权限 或者叫用户权限 那么对应的具体的信息都在两张数据字典表 一个是DBA System Privileges和User System Privileges 那么多种权限的组合 我们把它叫做角色 有系统定义好的角色 例如DBA Resource和Connect 也有自定义的角色 比方说刚才我定义的肉依 OK 这些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课再见 谢谢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